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长头发的小幽灵吗 只要轻轻一拽它的头发 它就会发出奇怪的尖叫声 有个小伙子 把它的身体打开 竟然在里面 发现了一枚插之前的昆虫化石 据说每一个小幽灵的身体里 都藏着一枚化石 精灵剔透超级美 真的太神奇了 对了 竟然还有这种一把头发 就能发出尖叫我们的小幽灵 这种的也太酷了 这种都是 这些小幽灵的身体里面 都藏着小幽灵的荷虫化石 我还能用这种光纵化石 人上哪儿曾经买到这种 会尖叫做小幽灵的 不然 我一定是小幽灵的 看着了 不然 小幽灵 我给它 没什么小幽灵 我真的有这种小幽灵的小幽灵 二杯就是有点贵了 这就给28块钱 这卡我一共买了这些小幽灵 为什么能够确定一些 这没有什么大幽灵 那你给你们小一张吧 这把小幽灵们都合得一几个来 我还以为这头发有多猫腻 我没想到这一个一个的 竟然都是猝猝少年 甚至你们都没饶力 对啊 听说轻轻的拉扯一下 他的头发 他就会发生奇怪的声音啊 来吧 来 轻一大 怎么还没打歌呢 啊 这里也带高中吧 不过完全真的冲了去呀 我们身体打开 看到里面有没有合同化身 这些还给你铁铁嘴吧 都是你的英雄外资 哎呦妈呀 怎么这样很难过呢 我帅 现在把头发也抓出来了 原来他们身体连行 都叫病人一趟的东西啊 那我们来轻一趟 哎呦妈呀 原来没有混同化身啊 为什么第一个都被我给抖掉了 用嘴巴给铁铁铁铁 出来了 咦 这 这 好像是一个 金色的鲜啊 她们不是真是死因尊尊的真实啊 握着尾巴肉的小勾子 依然就有毒啊 还开个房间在角落里啊 不不不 来 大家来了 有瓜石啊 这不一片的 是什么观众啊 出了个蝶 这也太费了吧 这都是游四只 我还以为他可以看一张呢 我来查了一下 原来啊 它叫抽假虫 看着风铃的伤口 感觉上这些层性的层杂啊 再来一个浅蓝色的 我也把你的外层给收掉 看看这一层是什么层子啊 呜呜 这这这层子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 捂不出来 整个层子被压点了的层子啊 这是什么层子啊 我没想到这个层子啊 还当时我层子来说 可是你真的有层 真的吗 归技 我追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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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还有一个啊 呜 这真是什么困状啊 呜 你可问一下 这应该是一只老猪中物 幸好啊 那这 WoW 又不是一只真的蜘蛛刀法 那我现在肯定仍得你开始跳骑影了 呜 现在这些leness in the keep 太美了吧 他的层子还是透明的呢 就像已经另一只鞋 都都快透明了 伤识啦 我扒 夸 给它 拿来 出来了吧 呜 吃你的整个层子的鸡鬼子啊 全是老公的老婆里啊 呜 怎么还有一个走铺点啊 这么多吃了 怎么有点像红色的骨老板啊 我没有看样子 这应该是一只小天牛 吃不饭吧 你能知道它是什么天牛吗 这到底是两只小牛鱼啊 先来看这只 嗯 这真是 这一只大麻风 不对 不是麻风啊 这好多的这只 它很胡红 它就像黄色的部分 看起来还精光在看的呢 这是做一只小肉业 这一只小猫子的 这不是一只小猫子啊 怎么看起来 这只小猫子一只小猫子的猫子 看这两个小猫子 不太高气了 没什么小猫子 你吃了一只小猫子 你还听不吃花生了 小猫子呢 小猫爸爸 这一只小猫子 你最喜欢哪一只呢 这是什么 后面有字 使命人偷走的虹猫化石 一共12块 你们能找到 再获得使命暴躁 你们这个生化石的传络图 赶紧来研究一下 我还已经有了 线索都被烧焦了 好像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共五条线索 再来看第一个 第二个线索怎么这么像 打抖 这里还有四个红点 家里有好多小滑桶啊 但它们都是空的呀 这个位置 没有在家厕所的位置啊 哦 在这里 一共系就整个四块化石 所以四个点的意思 就是四块化石哦 跟随便在下一个线索 这是什么 只有一个红点 位置吗 从这条路线来看的话 这个应该是小房间 去小房间哦 哎 好像是这两个盒子耶 应该在这个最下面 看了耶 哦 真的在这里 已经找到五块化石了 从这儿走到这儿 这就是客厅嘛 第三个下锁 哦 乌龟 找到去 先去找找看呗 客厅没有当得像乌龟一样的东西啊 我发现了 哇塞 果然一样 这底下有两个红点 所以应该是在这里面啊 特意 真的有两个 已经找到七块化石了 还差五块了 最后两个就走了 我不期待 打开吧 嗯 你说过了一句 这个难道是货架吗 货架上 也没有啊 这个不是客厅啊 好像是南边的房间 哦 是窗帘啊 窗帘后面应该有脸梅 K 在这里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座 这个地方 好像不在咱们家里啊 这是客厅 这里就是门外吧 特意 嗯 这个看起来像 本顿 十二元化石 你贴架 能够里面真正的广告吗 赶紧你跳开看一看 快走 哎 这里有 我也发现了 恐龙蛋怎么是放弃的呀 我的恐龙蛋 它是粉水晶的呢 冲洗一下 什么恐龙蛋 这都是小狮子 我们被骗了 不然咱们拿下来捆试试 小恐龙蛋哦 把它们树盖在小石头上 黄泼起来 这样就像被冰冻起来一样 拉伸起来超级的好看 这小狮子五彩呆丸的 太美了 有一个石子发发 我还是外皮吗 不要不要不要 是小外皮 我的天哪 你在超市里 捡到过这种脆脆苹果吗 有人把它给敲碎 竟然在里面 发现了一只软糊糊的绿西瓜 剪开绿西瓜 里面还蹦出了一枚动物化石 油糊糊的真的太可爱了 超市里竟然有这种脆脆苹果啊 用锤子一敲竟然就在敲碎 里面是空心的 还有一个小细的啊 一西瓜剪开就能找到 太阳动物化石了 可是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苹果 竟然没有见过脆脆苹果啊 要不然咱们拿锤子 撬一张试试开 小伙伴们 你们说这四个苹果哪个是空心的呀 让我来直接敲碎它们 先来叫右边的这里啊 敲 这一只苹果也太结实了吧 明显的就是个真苹果啊 这一只也是 这一个就更不用找了 苹果的拳头还硬呢 这一只 好像也挺硬的 本本说不开啊 笨蛋 咱们这些切开不就知道 里面是不是空心了吗 对啊 试一下 说过刚刚 在这之前咱们先来做个测试 做SSS会出现谁呢 试试试 乖巧 傻傻傻 邪渣 睡睡睡 懒惰 说说说 哗啦 算算算 学霸 输入法打出SS 弄文抗英雄数什么性格 让哥哥我来试一下 SSS 嗯 我打出来了是40算 这就是正说明我是啥呀 你哪里的输入法不准啊 最后干嘛 银色的是什么呀 宝乐 咱们来 今天他听过咱们是不是空心了 我接 这么硬直 果然不是不行呢 第二个结果 完了 同样的质胆 第三个 是这样的 最后一个 哎 我抱歉了 哈哈 买小肉 等一下伯伯 我刚才在网上看到 巷水桌里面有海洋化石的苹果 那都是原来宣定苹果 原来宣定 基本做的99块钱啊 既然咱们买一个文试试看吧 闪大压单 老实的 原来宣定买苹果 继续在买啊 这贵的苹果 确实不一样 上面还有包装的 嗯 打开来 居然有一种巧克力的味道 陈琳哥我都已经闪飞好了 赶快赶紧来手画石吧 我跳 哇 真的能救费 我已经觉得 你连回牛骨的东西了 但是我不是小西瓜啊 继续挑 诶 这个就是 它是亮子 好像是雪鲜羊诶 来把这个球剪开看一下 不急 诶 终于有个蓝色的球 那是什么东西啊 洗干净以后 发现它只是一颗普通的蓝色猪子 那里面里面还在动物化石啊 诶 市民说要把它服势上给你套一套 西红化石 你上去套一下 加入热水 哇 一瞬间就变得好大一颗了 它是里面有螃蟹化石的 它是什么螃蟹 应该不会是原物螃蟹吧 给它再碰一会 诶 那怎么不见了 这里面怎么突然有的是小鱼啊 好像是咪咪的小丑鱼 奇怪 这还能变啊 那那那那 再碰一下试试 诶 你不会变成了 大鱼蟹 哇 我还是想要一开始里面有螃蟹 看大鱼蟹整个好吓人 大鱼蟹 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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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熊